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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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便你们依恋他们 并且舍你们互相爱悦 互相连续 对于能思维的民众 此中却有数多吉祥 认真言度 设计经文字会发现 按了说明婚姻是按了赐予我们的答应和设计设议 设计婚式安慰 因为男人欲赖她的妻子 女人欲赖她的丈夫 并且是爱妍和连续是组成家庭的基础设议 母亲说,男性是不要憎恨女性时,如果她讨厌她的某一方面,她会喜悦她的另一方面,因此小婷就建立在美的。 又爱,又爱团结,连续和善待家人的日出上,家庭的温度和团结帮助,夫妻批养上连的子女。 家庭的温度和团结是何的相适和何时幸福的途径,为了得到爱业和安慰,家庭应该具有一些品质。 其中包括,一,善待家人,人如安老所说,你们当善待他们,不是说,你们好好对待女人,因为女人是从理故,理故上造化的。 又说,一个人最好的,人藏就是,就是显书的妻子。 父官,其实,其实父业,并是父丛,父亲的吩咐,丈夫不在家时,他点脸她。 二,丈夫要合理地供养自己的妻子儿女,既不要浪费,也不要人死的,丈夫等充分地供给他们衣饰和乳房, 正如安拉所说,做父亲的,应当饶力供给他们的衣饰,又说,要富裕的人用他的富裕的财产去供给。 牧师说,实施之手将于其他之手,你当把实际物先给给你所赡养的人,富裕实的实施是最佳实施。 而,又说,一个人没有很好的,赡养他赡养的人,他罪于犯罪了。 保守夫妻之间的秘密,因为戚律秘密是要发禁止的。 正如母亲所说,生日在安拉那里,那里地位最恶劣的人是,把男女日间,日间的放松,秘密地出炫养的人。 夫妻要教养自己,教养自己是夫妻俩的义务,他俩要尽可能的引导孩子。 教养自己,教养自己是夫妻俩的义务,但是夫妻一起在孩子心中,要治下美的乡子。 如果这样的话,孩子会善良。 健康成长,拥有人学的习想,具有美的的,这一代人,完全有资格见识这个社会,为国家和民众提供公共服务。 如果夫妻很好地教育孩子,那么在听时和后时都想会。 人如安拉所说,他们说我们的如啊,求你与我们的妻子,而你为我们的安慰。 求你与我们为今为日的典范。 牧师说。 牧师说,人一旦辞去他的山公永终断,但相见是除外,永恒的事实, 有人的知识,为其求饶的小子,家庭也应该履行父母的权利。 人如安拉所说,你的书曾下令说,你们应当热崇拜他,应当孝敬父母。 留心这些义务,能在全家之间传播平安、安全和幸福,也能在同一社会中传播合作, 请亲亲亲的艺人和家庭也应该联系。 政府要和每个家庭成员进行商量,特别是妇娶生活方面。 毫无疑问,这种行为会使每个家庭成员感到自己的作用和重要性。 牧师曾与妻子们进行诚意,如在胡迪比亚期间,他曾与奥姆沙拉玛进行诚意。 我说了一声这些,修安拉玛说和你们一起曾与传规安拉。 各位穆斯林毫无疑问丈夫和妻子的亲人在保持婚姻生活的稳定,避免家庭矛盾方面发挥很多的作用。 因为他们能在夫妻之间传播亲亲爱与安慰和加强他俩之间的联系。 亲人也应当尽量通过调节来解决家庭矛盾。 尽如安拉索说,你告诉我的婆人们说,叫他们说几句最有美的话。 恶魔必定要理解他们,恶魔确实人类的名字。 又说,如果你们怕夫妻不母,那么你们当从他们俩的亲戚中各队一个公正人。 如果两个公正人与家一和解,那么安拉必是夫妻和母,安拉确实全职的,确实实施的。 这是亲人应该发挥的作用,那么父母本身就更不用说了。 在当今时代,我们特别需要在我们家庭中传播亲亲爱与安慰。 这会是家庭充满幸福和温馨,远离,紧张和烦恼。 这会是整个社会充满爱、喜爱和温定。 我们的热恶,求你与我们的妻子而已。 为我们的安慰,求你与我们为敬畏日的典范。 我们的妻子很幸福。 感谢观看